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是千瑞 这时间过得是真够快的了 转眼间2023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夏季到来了 我们现在都要想着和家人和朋友出去旅旅行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非常大的SUV才可以 而且要性能啊 在动力方面都要很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要最好能拖一个房车 是更棒了 所以今天千瑞带大家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这里面给大家介绍的是2023年Subaru Ascent这款车 这款车呢有七人座和八人座两种啊 是非常适合全家出去旅行的 所以今天千瑞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款车 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车的外观 这款车的线条是非常流畅的 动感十足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前脸 它前脸是采用Subaru家族式的设计方式 非常有辨识度 车的侧面呢线条流畅 轮拱饱满 车尾设计简洁 Ascent的车身尺寸非常的大 长度达到了196.8英寸 高度呢达到了71.6英寸 轴距达到了113.8英寸 轮毂呢配备了18英寸和20英寸两种 这个呢是根据不同的车款选配而定的 这款SUV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Subaru史上最大的一款SUV 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性能 Subaru Ascent的标准配备全时四轮驱动 这种标准对称式的四轮驱动系统 可以优化血与坏路 甚至是没有路的情况下的牵引力 它会一直及时评估加速度 刹车转弯情况 保证所有的四个车轮的动力 如果某一个车轮打滑了 它会立刻将动力传送给抓地力最高的那个车轮 凭借8.7寸离地距离和优化对称式的四轮驱动系统 使这款车呢在湿滑的路面上达到最大的牵引力 标准XMODE 征服齐驱路面挑战 XMODE还可以与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合并 从而在比较困难的下坡环境中 保持它的稳定性和信心 2023 Ascent配备双功能XMODE 可以选择雪地泥地和深雪泥地模式 来实现更加的性能 采用2.4升沃轮增压发动机 拥有260匹马力和277磅每英尺扭矩 虽然XMODE是一款大型的SUV 但这款车的发动机 让它可以轻松应对各种驾驶环境 不仅如此 XMODE的油耗也是比较出色的 根据车款的不同 分别是高速可以达到25或者是26英里每加轮 乘式可以达到20或者是19英里每加轮 拥有19.3加轮的油箱 加满油大约可以续航500英里 所以这款车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还有就是ASANTE这款车的最大拖拽能力 可以达到5000磅 也是比SUBRO的其他SUV的拖拽能力都强 这样的拖拽能力足足可以拖上一辆 Class 3房车去露营 让你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带上所有必须的装备 总之呢 SUBRO对ASANTE这款车的定义 就是专门为家庭冒险而设计的 所以无论是从动力方面和车身大小 以及安全性方面都能看出这样的设计理念 价格方面呢 这款车的起价为33,895 当然根据你选的配备价格也有所不同 还请大家来到SARAMONTE SUBRO车行来进行咨询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即将结束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如果你想了解SUBRO的其他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E SUBRO车行 这里的销售将结成为你服务 这里还有收旧车的服务 欢迎过来咨询详情 好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